在人民海军迎来六十华旦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今天来到海滨城市青岛 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六十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港城花团锦簇 黄海波飞浪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艘战舰整齐列阵 官兵雄资应发 迎候军委主席检阅 来自五大洲二十九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 十四国海军二十一艘舰艇汇聚黄海 共和中国海军华诞 十二时许 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国雄 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格等陪同下 来到青岛澳番中西码头 停靠在码头的石家中号阅兵舰 按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满旗 十二时十分 胡锦涛主席检阅海军一仗队后登上阅兵舰 十二时十五分 阅兵舰驶向大海 此刻接受检阅的二十五艘中国海军舰艇在阅兵海域编队完毕 三十一架中国海军各型战机在跑道上震翅欲飞 十四时二十分 胡锦涛主席等在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 海军政治委员刘晓江的陪同下登上检阅台 首先接受检阅的是长征六号核动力潜艇 在他的带领下水下先锋艇等其他三艘潜艇逐一通过阅兵舰 同志们好 同志们幸福了 幸福 胡锦涛主席的问候声和数月官兵的口号声 汇城一鼓鼓声浪在海天间回响 庄严的检阅 殷切的期望 化成巨大的力量在水兵胸中击打 由沈阳号导弹驱逐舰等五艘舰艇组成的驱逐舰兵力群 由周山号导弹护卫舰等七艘舰艇组成的护卫舰兵力群 先后通过阅兵舰 此次海上阅兵展示的中国海军舰艇和武器 全部为国产装备 与此同时 警戒机 侦察机 尖机机 尖机轰炸机 舰载直升机编队依次临空 各型战机和水面舰艇的轰鸣声交汇成一曲雄浑的海天交响 尖机轰炸机发射出72枚红外干扰弹 如同节日的李花在海空绽放 旧护直升机拉出红黄蓝三色彩带凌空飞舞 把海上分裂式推向高潮 搭载着26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昆仑商号船屋登陆舰 宛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堡 批拨前行 身披海洋迷彩的八艘导弹快铁 离开朵朵浪花 波澜壮阔的海上分裂式 充分展示了人民海军和平之师 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的时代风采 和致力于建设和谐海洋的坚强决心 十四时四十五分 海上阅兵式开始 远舍重洋前来参加庆典的俄罗斯 美国 印度 韩国 巴基斯坦 新西兰 新加坡 泰国 法国 孟加拉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墨西哥等 十四国二十一艘军舰 悬挂满旗 以作战舰艇 登陆舰艇 辅助船 训练舰的先后顺序 按吨位大小 以中国海军 新宁号导弹驱逐舰为基准 薄薄成一例 不同肤色的各国海军官兵 在各自舰艇 左衔列队 接受胡锦涛主席的检阅 国际舰队检阅 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 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 参加此次海上检阅的外国舰艇中 有将近一半曾访问过中国 他们见证了中国海军 致力推动建设和谐海洋的不懈努力 十五时时分 阅兵舰缓缓使过墨西哥海军 法务特末克号风帆训练舰 气势宏大的海上阅兵 圆满结束